今日新闻重点 日期,2024年5月14日 时间节指点,17点 新闻标题,白木耳及黑木耳可以补胶原蛋白吗? 一朝主出银耳浓郁胶质养颜美容效果好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0日 资料参考,健康2.0 新闻重点,医师指出,虽然白木耳和黑木耳含有丰富的植物性胶质有助于美容,但与胶原蛋白不同 胶质是糖类组成的天然膳食纤维,对皮肤有益,但若想补充胶原蛋白,最好摄取动物性胶原蛋白 吃白木耳有助于皮肤弹性、排便,但煮出浓郁胶质较为困难 新闻标题,国人最常吃的早餐组合其实超伤身 营养师教你三招早餐营养大升级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0日 资料参考,健康2.0 新闻重点,根据国民健康署数据,台湾民众蔬果摄取不足 特别是早餐多偏好高碳水组合,缺乏蔬果 亦导致血糖迅速升高,感到疲倦,且增加肥胖风险 营养师建议,在早餐多摄取蔬果,能提升新陈代谢,控制血糖 但国民最爱的早餐组合多味高碳水食物,对健康有隐忧 早餐升级的关键在于增加纤维摄取,选择高营养密度原型食物,优先选择DGI食物 新闻标题,澳籍美退役飞行员设中共间谍案更多细节曝光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2日 资料参考,大纪元 新闻重点,55岁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杜根因被指控训练中共军事飞行员,而在澳大利亚被捕 杜根否认指控,声称与中国黑客苏兵的合作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然而,美国方面表示杜根涉嫌共谋和洗钱等罪行 此案将在澳大利亚法院审理,待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决定是否引渡杜根回美 杜根的律师表示担心他的家人可能面临危险 该案涉及中共军方盗窃美国军机设计的黑客活动,并引发国际关注 新闻标题,共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同走回身之路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3日 资料参考,大纪元 新闻重点,法轮大法红传32周年,李洪志大师华诞之日 回顾32年来,大法以真、善、忍振兴中华传统文化,拯救众生 传统文化回归为人类带来希望,是创世主的慈悲 在分乱危机中,大法为世界指名回身之路,是救赎的希望所在 新闻标题,台湾卫星福巴预计明年升空式拍月球影像曝光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3日 资料参考,大纪元 新闻重点,福尔摩沙卫星8号,福巴 团队首次展示光学镜头拍摄月亮影像 清晰可见表面坑洞,并计划于2025年10月升空 福巴改进自服务,克服失焦问题,提升精准度 福巴可提供1公尺解析度影像 摇测速度快且可及时反复拍摄 自制率超过80% 将建构台湾太空产业供应链雏形,逐步升空6颗卫星已持续进化 新闻标题,有趣又警示的纸牌游戏片局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2日 资料参考,大纪元 新闻重点,金贝尔美术馆位于德州沃斯堡 收藏来自古代美洲到欧洲的艺术珍品 约350件,但每一件都是杰作 特别以意大利卡拉瓦乔和法国拉、图尔的画作文明 两位艺术家都以巴洛克风格表现生动戏剧 描绘了赌博场景 例如卡拉瓦乔的老千、荷拉、图尔的梅花A的作弊者 这两件作品皆展现了对岸色调和戏剧性效果的精湛掌握 成为美术馆的亮点 新闻标题,520后挑战 赖清德将成史上首位立院报告的总统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3日 资料参考,远见杂志 新闻重点,赖清德将成为首位在立法院报告国情的总统 展现开放态度 针对质询形势的争议 在野党主张立委提问 但绿营认为可能危险 宪法未明定总统必须回答问题 而李登辉前总统曾在国大报告 在其他国家,如美国和法国,也没有质询习惯 赖清德此举显示沟通与尊重 为他加分,并展现政治意愿 新闻标题,台大日式官舍面临都更危机 台湾史巨波草永和故居何去何从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3日 资料参考,远见杂志 新闻重点,台大附近温州街52项的日志时期官舍 曾长期驻有台湾史研究巨波草永和等学者 对台湾文史有重大贡献 然而,去年底台大拆除一栋 其他三栋也面临都更危机 文史学者和文资团体积极抢救 希望保留这片重要文化场景 北市文化局表示 拆除是因附近住户需求 并认为官舍无文资价值 然而,后来出现新的文史证据 向内官舍重新审查中 曹永和等学者在此住所对台湾史有深远影响 台大应重视其价值,回馈社会 新闻标题 苹果iPad Pro新品广告为何被延上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3日 资料参考,远见杂志 新闻重点 苹果和Google的广告行销活动引发争议 苹果的广告展示iPad压扁人类创造物品 遭创意界抨击为剥削艺术,失去创意多样性 Google A Pixel广告凸显 AI图像编辑功能 引发对真相侵蚀和虚假资讯扩散的担忧 两家公司应反思科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并以保护人文价值观和客观现实为优先考量 新闻标题 手机断舍离 别让社群媒体偷走你的注意力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3日 资料参考,远见杂志 新闻重点,社会媒体和短影音的盛行 使人们的注意力不断受到侵蚀 研究显示,2004年平均注意力持续时间为150秒 到了2020年则缩短至47秒 一名科技记者分享他如何透过放弃社交媒体和阅读书集 重视注意力 并提到专家建议如何限制手机使用以及探索使用社交媒体的真正原因 焦点在于找回被剥夺的注意力 并培养健康的阅读习惯 新闻标题 林志玲时人为安 科和牛庸别神秘女母亲节反台陪妈享天伦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一评新闻网 新闻重点 林志玲回台过母亲节 赞别家庭享受与友人的美食时光 身穿素雅洋装 她于高级餐厅品尝A5和牛烧肉 并送上与友人长达一分钟的拥抱 林志玲过去因母亲无慈美病情加剧而备受关注 她透露母亲病情恶化后已不认人 然而,她仍珍惜家庭时光 并表示幸福日常事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新闻标题 欧阳娜娜才女人设翻车 伯克利读六年有文凭梅学为她认了 我不羞耻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一评新闻网 新闻重点 23岁的欧阳娜娜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 但被执疑至拿到文凭而非学位 她解释指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认为时间宝贵 自己有明确的生涯规划 对于外界怀疑成绩 上课时数或论文问题 她澄清并不属实 虽然在伯克利学习长达六年,但她在途中离开三年,期间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如发行专辑,举办展览等 她强调人生选择自己决定,感谢学校及老师的支持,未来希望继续与学校合作,帮助有需要的人及国际学生 新闻标题,祖孙三死控酒店期外遇 冷血难灭门市邦解脱杀妻子反正毒瘤不能活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一评新闻网 新闻重点,新北市三重区的祖孙三待命案引起社会震惊 24岁的张鸿毅被指控杀害了69岁的岳母,30岁的妻子和3岁的妻子 警方在接到报案后发现三人已死亡超过一周,遗体被发现于棉被捆绑的情况下 张南辩称杀害妻子是为了让她解脱,因为妻子劈腿并感到压力大 警方透过监视画面追踪张南至台中,并在其藏身处逮捕了她 张南表示受财务和感情压力驱使下做出了这个极端的决定 新闻标题,台大深月纳税养媒用军人惨遭现役国军秀报税单洗脸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一评新闻网 新闻重点,一名刚退伍的台大深在社群网站上抱怨 在扶兵役期间赶到被高中毕业的志愿役犯规,薪水低 且觉得纳税养他们很不爽 然而,他的言论引起了不少现役国军的反弹 指出应该扩展视野,不要以刻板印象认识他人 另有人则提醒原PO有本事就签下去再发言,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 新闻标题,39元衣服结账变89 老板装带威胁你想怎样竟还遭次轻载包围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一评新闻网 新闻重点,在新北新庄凤凰城市场 一摊衣服以一件39元,买时送一特卖 然而一名女顾客挑了11件结账却被要求支付890元,引起争议 该女生质疑价格,却遭到老板威胁并被围困 网友对此纷纷表示不满 警告市民要小心类似诈骗手法 并建议遇到类似情况应该报警处理 新闻标题,寿司店拼翻桌新招一句话就让六组客人站起来结账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一评新闻网 新闻重点,母亲节周末,一连锁回转售 寿司店推出18点35分前结账 可获免费煎饼活动,立即吸引多组客人结账 增加翻桌率 店家巧妙利用送餐品方式促进客人结账 获得不少好评 许多网友表示支持这种创意做法 认为其他店家也应该学习 以提升客户满意度和翻桌率 新闻标题,被笑比翁利有老 香蕉哥哥回应了这下全网都知道 青土50岁新生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一评新闻网 新闻重点,儿童节目主持人 香蕉哥哥林伦源50岁生日曝光 网友感叹其不老童颜 并与翁利友相提并论 香蕉哥哥透过IG回应 自嘲年纪曝光,但认为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最重要 他以幽默方式表示爸爸喜爱翁利友 并分享了自己的动靈秘诀 引起网友热议 评论截然不同 有人开玩笑表示 想知道如何从孩子脸上取笑容来保养 新闻标题 地震平传480万户老宅安全贪率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Yahoo!新闻 新闻重点,台湾房屋老化严重 超过30年的老屋高达483.3万户 其中约247万户因老旧免缴房屋税 政府应加强老屋改建 增加为老都更容积奖励 确保居住安全 但过去8年未见实质进展 新北市房屋免税户数增长迅速 达27.5万户 全台老屋超过半数 需迅速解决 加强都更政策 设定退场机制 适当务之急 新闻标题 北市缴借LV金传江席登 长青缴字馆 感谢一家子的爱护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Yahoo!新闻 新闻重点 台北市中山北路秦光商圈的 长青饺子馆经营超过60年 因人力不足 将于7月中旬结束营业 业者表示将通过线上销售 部分商品如水饺、卤味 以延续其经典味道 网友纷纷留言怀念店内的 酸辣汤和泡菜 感叹这个曾经陪伴他们 多年的经典美味即将消失 新闻标题 桃园平正已为管理中心 闲置遭讽装置艺术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Yahoo!新闻 新闻重点 平正区花费4亿多元打造的 1895一位宝台纪念公园成为 打卡热点 但游客管理中心闲置三年多 被批评是最大装置艺术 议员呼吁提出活化计划 但游客服务中心标租案已5次流标 未有厂商投标 公所计划重新检讨招标内容 调降租金并开放零售业 目前也开放民众申请借用 并提供给街头艺人展演 以活化空间运用 新闻标题 无疑配鸿海遗忘十几年 或830%投报率惊呼 突然捡到钱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Yahoo!新闻 新闻重点,44岁女星 吴宜佩分享她投资心法 10年前卖掉大多数股票买房 留下少数股票未卖 最近发现其中一只股票 报酬率达830%,让她感慨 突然捡到钱 她强调投资需耐心 称父亲常说时间战胜一切 吴宜佩近年累积投资心得 以不同方法进场布局 网友惊叹她的眼光与成就 称她为女股神 新闻标题表情符号 不高兴辣妈桃花望 灰单行情窍何余文 撇少东共参眼镜男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Yahoo!新闻 新闻重点 何余文与化工业者少天成离婚 四年后恋情备受关注 近日被拍到与眼镜男共进晚餐 经纪人解释她警示与友人共度时光 何余文除了与红建军短暂交往外 再无新恋情 她重视陪伴女儿成长 对于恋情持可遇不可求态度 何余文回应被拍饭局 与异性朋友吃饭很常见 但目前并无谈恋爱打算 除非对方是结婚对象 新闻标题,LINE最强功能是这 结束话题必用破万人请愿,快新增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Yahoo!新闻 新闻重点,LINE的聊天是表情符号功能受到日本网友热烈好评 被认为是结束对话的最强武器 网友们表示这功能使用,可在不想回讯息时表示已看到 且不会打扰到对方 该功能在2021年8月推出,提供6种表情选择 使用者可根据自身感受选择表情 无需担心打扰到其他人 这项功能被誉为帮助简化对话并表达自身情感的便利工具 新闻标题,扯 屏东战争废墟封透天错3200万球兽网煞 屋主想前想疯了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Yahoo!新闻 新闻重点,屏东恒春镇移动状态破败的透天错以3200万上市出售 引起网友议论纷纷 房屋外观破落,墙壁被挖空,完全无法居住 但仍以高价出售 网友嘲讽其价格高昂,甚至认为可能是地权问题 虽然房仲坦言价格高于当地行情 但表示买卖物件就是寻找有缘人 房屋情况让人不禁担心买家将面临的装潢成本 新闻标题,发片前爸爸病逝 红人榜,男星留遗憾妈妈每天以泪洗面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3日 资料参考,Yahoo!新闻 新闻重点,李吴兄弟已创作专辑,Pride,受到好评 其中,爸爸妈妈,深情感人,纪念父亲并抚慰母亲 在母亲节前夕,三兄弟带母亲吃牛排庆祝,应被恩师肖黄奇征召招担任演唱会特派员,北上参与演出 虽然父亲去世令家人伤心,但兄弟们依旧努力陪伴母亲,尤其在节日时更加重视 他们参与肖黄奇主办的小创作营,共同创作了《逢补商的人》 感谢肖黄奇的照顾和提息,表示合作过程愉快且充满感恩 新闻标题,丈夫抢救不致盖上白布 陈亚兰不接受狂吼等你回家惹泪崩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3日 资料参考,TVBS娱乐头条 新闻重点,华视,公视台与台联手制作的《勇气家族》 热门播映,第五集揭开吴贵英,陈亚兰是 在丈夫静桑,庄凯勋士,车祸不治后的心路历程 他面临独自抚养三个子女的压力,身兼多职的他承担重责 但在医院里的泪水中,勾起对逝去伴侣的思念 剧中角色的真实情感触动了许多观众 尤其对于吴贵英的心境和奋斗感同身受,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剧情也逐渐进入高潮阶段,并揭示了印军、林宇宣士 童年阴影的起源,让观众更加期待接下来的发展 期待于每周日晚间8点在公视台与台,10点在华视播出 新闻标题,习遭报事炮友 陈建周收Apple明月里和12字化解心结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TVBS娱乐头条 新闻重点,一人黑人陈建周和黑色惠美美Apple、黄伟霆 关系密切,虽被乌龙指控炮友,但友情不受影响 近日,黑人晒出收到Apple身子的明月里和 祝福八宝平安健康,快乐长大 Apple也回应祝福,两人关系看似毫无异状 去年警号MATO运动中,黑人被指控性骚和Apple炮友,但Apple已澄清两人没有不正常关系 新闻标题,黄小虎分手男友,翻脸经纪人 移情商个性大便做自己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TVBS娱乐头条 新闻重点,艺人灭绝师太黄小虎个性豪迈,近年传出与工作伙伴关系翻脸,并要求只求老娘开心 分手德国男友后,工作合作也因琐事不愉快而终,甚至要求分开飞机 演艺圈留言他情绪不稳定可能与更年齐,风水问题有关 经纪人则说他直率豪爽,别墅风景优美 新闻标题,白冰冰节目报遭投诉 电视台高层涂到场才说嫁杨帆他宣布有爱人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TVBS娱乐头条 新闻重点,白冰冰与杨帆主持的超级冰冰手,收视率全国冠军,节目感谢观众支持 电视台提前为白冰冰庆生,她被整搞得一愣,但后来感动又惊喜,感谢搭档和观众 她表示自己很少庆生,被整搞得好傻眼 对于婚姻,她说人生没有绝对,若遇到对的人,像老朋友一样谈得来 目前最爱的爱人就是节目,超级冰冰手 新闻标题,已婚内出轨 混血女星遭前经纪人爆料离婚前与他人肉体关系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TVBS娱乐头条 新闻重点,黄小虎、谢和弦前妻Kina、强强以及林秀琴和陈志远夫妻等与经纪人宣传等发生纷争 如Kina与经纪人大动作炮轰,强强爆料私下乱搞毁名誉 林秀琴、陈志远夫妻被经纪人提告求偿 圈内类似案例评传,衍生出纠纷及法律诉讼 新闻标题,绕道此国寻美国梦中国人移民热点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自由电子报 新闻重点,中国经济疲软 北京收紧政治控制,引发富人移民潮 透过投资移民,有钱者选择新加坡、澳洲、加拿大 而中产则转向南美厄瓜多 厄瓜多银行高利息吸引,存4.6万美元二年即可获投资签证 银行定存期间每月利息令人垂涎 中国经济衰退,政策影响导致资金外流 富人移民更拖累供应链转移,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新闻标题,台、美海军4月秘密执行太平洋海上演习海军 不预期作战演训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自由电子报 新闻重点,我国与美国海军上月秘密在西太平洋某地域进行联合军演 彰显台美军事合作升温 军演避免中共阻挠,多艘舰艇联合参演 虽官方称为海上不预期相遇行动准据 但外界称为海上巧遇 台海军与他国常通联,应对海上不确定性状况 此次连沿凸显我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 新闻标题,柯文哲称为采新受意见减书赔三大事实回批谎话连篇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自由电子报 新闻重点,柯文哲近日在网路节目柯皮纠实在反驳北市议员简书赔对北市科案的质疑 强调土地交易是按照价格标准进行,并指责批评者无知 简书赔则质疾科市府未公开招标程序 特别指责其不公开与星光人寿的沟通记录 他批评科市府不仅未回应关键问题,且避重就轻,扯谎 对于检察官介入调查,柯文哲只能说清楚交代 新闻标题,中国老妇打人还呛我儿市市长惹众怒 大批警力出动护驾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自由电子报 新闻重点,四川成都市一老太太指控路人化商车辆 并声称儿子是市长,要求赔偿 警方出动大批警力保护他及坐车,引发群众不满 后警方通报只设是男子触摸车辆引发争执 并否认有政治关系 民众疑虑激增,质疑警方行动合理性 新闻标题,京城低温15.3度 早晚篇梁持续至周五林家凯铺下播封面报道时间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明示新闻 新闻重点,中央气象署表示 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偏凉 北部及东北部低温18、19度 基隆市7度更降至15.3度 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可能发生 其他地区多云到晴 明天气温回升,持续至周日 水气稍增,北部山区及东部有短暂雨 北部,东北部及东部高温约25至27度 其他地区27至31度,需留意温度变化 新闻标题,唐吉赫德藏千针已延烧 TENGA发声明宣布,送每位消费者最大赏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3日 资料参考,明示新闻 新闻重点,日本杂货连锁店唐吉赫德 被指控包排情去用品扭蛋机后 店主管坦诚未放大奖,遭指控诈欺 TENGA宣布向消费者送出最大奖 TENGA Flip Orb作为补偿 需携带消费证明至唐吉赫德西门店兑换 对于消费者担忧,TENGA申表歉意 并保证活动公平性 提供两波活动的所有消费者均可获得补偿 新闻标题,最顶外挂安之宣正汉 宣布移居台湾 陈奇迈一听喊二字他秒嗨炸,喜欢高雄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明示新闻 新闻重点,南韩啦啦队最强外挂安之宣 去年加入台刚雄英啦啦队WingStars 近日宣布已移居高雄 以更多时间与台湾粉丝和队友互动 并体验台湾在的生活 他期待更多与粉丝对话 与WingStars一同出游的机会 并密集学习中文以适应台湾生活 安之宣宜居消息引起广泛关注 连高雄市长陈奇迈也发表欢迎之词 新闻标题,新规定三读通过 新至最快六月上路 保留五违规开放检举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三例新闻 新闻重点,立法院三读通过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修正草案,限制民众检举交通违规项目 但人允许检举骑机车位戴安全帽 不依顺行方向停车,占用伸障者停车位 以及载人行道与行人穿越道零时停车等无项 交通部表示,若立院本会其三读通过草案 将于六月起生效 修改后,汽机车驾驶吸烟 手持行动电话通话等不再可被检举 而违规计点方面则规定了相应处罚和处理程序 包括违规点数累积将影响驾照使用 但也开放自费参加交通安全奖席以扣底违规点数 新闻标题,520就值典礼 六都市长出席态度一次看侯友宜 这样回523去开会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三例新闻 新闻重点,多数国民党籍县市首长 为出席赖清德就职典礼 景台中市长卢秀燕 高雄市长陈奇迈表态参与 新北市长侯友一位明确回应 桃园市长张善政经协调后将出席 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虽出具 后表示将调整市政行程后参加 整体而言,多数直辖市长对赖清德就值典礼 采取积极态度,但也有部分未明确表态 新闻标题,外送市场将大洗牌 Luber砸9.5亿美元并购Foot Panda 台湾外送事业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三例新闻 新闻重点,Luber宣布将以9.5亿美元收购 Delivery Hero旗下的Foot Panda 台湾外送事业预计交易将于2025上半年完成 呆主管机关核准 此具将使LuberEats能提供更广泛的餐饮和日用品选择 并为餐厅和商家带来更多订单需求 以及为外送合作伙伴提供更多接单机会 Foot Panda将持续投资台湾市场 并确保各方权益 新闻标题 粗心妈停车没洗火又同物催机车油门 爆冲撞超伤惊险画面铺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三例新闻 新闻重点,林口区一起离谱意外 妈妈未将机车洗火,导致又同物催油门 车辆爆冲撞超伤外强,索性无人伤亡 事发画面曝光后引发关注 警方指出,又同站在机车踏板 以涉及交通违规,可能被罚款 新闻标题,台北知名早餐电报写汉 正值惨领140元时新座一年无劳健保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三例新闻 新闻重点,松山区请小姐斗将电报出 未提供劳健保、苛扣薪资等争议 店内员工曝光工时过长 无法领取因的薪资 部分被只加班到傍晚,甚至遭遇职灾 店家被只为依法投保 拒绝支付欠薪,最终与员工和解 店家否认争议 只工作属责任制 仅同意赔偿一部分欠薪 涉事店家对媒体查询未雨回应 新闻标题 40岁女不焉不久 断层扫描见三公分肿流孔 离癌王一市井 七族群要注意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三例新闻 新闻重点 40岁女性健检发现CAE99指数异常 怀疑胃脏癌,断层扫描验症 发现三公分肿瘤 林向宏医师提醒胃脏癌早期多无症状 建议高风险族群因早期筛检 早期发现困难 但高风险族群可进行定期超音波等检查 对于早期小肿瘤 内视镜超音波EUS检查最准确 搭配书棉内视镜筛检 新闻标题 男星经收粉丝千万红包 印尼开唱2万人挤爆遭警察包围场面铺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2日 资料参考,三例新闻 新闻重点 台语歌手李明阳在新加坡附近的八蛋岛演唱 2万名观众爆满 他的代表歌曲《切切脸》 引起万人合唱,感动不已 演出中,印尼警察也跟着唱歌 一位粉丝更上台送上价值4万元的红包 让他感到惊讶 李明阳近期接下中华茶艺协会理事长 并计划举办大型巡演和发行新专辑 期待粉丝支持 新闻标题 全北市破117班停课 小学、幼儿园都停了急诊机增于千人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TVBS新闻 新闻重点 近日台北市卫生局发布警示 肠病毒在全市流行 上周急诊就诊机增至1214人次 较前周增13.4% 导致117班停课 特别提醒5岁以下儿童未高危险群 强调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避免感染 据卫福部监测 全国进入肠病毒流行期 上周就诊人次高于预值 以克沙奇A型为主 感染者多位轻症 症状多样 包括喉咙痛、口腔溃疡、皮疹和发烧等 建议保持水分补充和注意个人卫生 新闻标题 Google 宣布停止易服务 这版本不能用了于5亿人下载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TVBS新闻 新闻重点 Google 宣布自2024年6月10日起 Android 版本需达9.0以上方可使用 Google 钱包功能 智慧手表则需达到 Wear OS 2X以上版本 此具旨在加强支付交易安全机制 安全性更新不适用于 Android 9.0以下版本 受影响用户包括Android 7.0斜线7.1 Nugget 和Android 8.0斜线8.1 Aria 的用户 智慧手表版本查询方法 为透过设定系统关于查看版本 新闻标题 一路望到9月底 四生肖职场 请场接得易升官发财加码脱单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TVBS新闻 新闻重点 搜狐网 命理专栏指出 2024年5月至9月底期间 属羊 龙 猴 牛四生肖运势皆旺 属羊者在职场能有巨大进步 投资机会可能带来意外收入 感情融洽 属龙者人际关系良好 职场可能升官加薪 投资眼光精准 感情甜蜜 属猴者有新专案与合作机会 表现出色可赚取额外奖金 感情可能有新进展 属牛者奋斗收割期 面对压力与挑战 坚持到底可取得非凡成就 投资时勇敢面对 并保持耐心 新闻标题 儿犯下灭门血案 凶贤母手发生竟只问这句 警听完傻眼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TVBS新闻 新闻重点 新北三众社区发生灭门惨案 三死者包括刘姓妇人 其女儿及三岁孙子 尸体藏在房间被棉被覆盖 妇人口中赛毛巾 警方追查嫌犯张南 发现其逃逸后人带着爱狗糯米 张英怀疑妻子外遇而发生冲突 先瞎死妻子后杀岳母及妓子 并冒充死者回复讯息 警方逮捕张后 他承认犯案 13日被移送检方依杀人罪复讯 检警将对三具遗体进行解剖 以厘清死因 新闻标题 立委被要求离席 柯建明怒批小心点韩国瑜不忍呛弄得我尴尬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TVBS新闻 新闻重点 立法院党团协商中 针对邀请总统赖清德制立法院国情报告的议题 民进党立委中嘉宾希望分享经验 却遭立法院长韩国瑜要求离席 引发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明反抢 党团协商后提出邀请案 韩国瑜要求同意后再行动 引发黄国昌等立委拒绝 柯建明警告韩国瑜 韩回应要求中嘉宾坐下 并指出还有其他立委可邀 韩国瑜指出破坏协商规则的后果 柯建明陈清卫主导此事 韩再次强调控制一场的难处 新闻标题 张善正请假参加520 蓝营二市长出席称何赖清德市难兄难弟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TVBS新闻 新闻重点520就职典礼引发关注 国民党六兜首长纷纷表态参与 原位表态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及桃园市长 张善正相继改口表示将出席 张善正因市政总直询壮旗 透过调整议程安排成功安排参与就职典礼 他强调跨越党派以祝贺辛勤参加 期盼中央支持桃园建设 市议会主席与议员议支持市长参加 认为能为市民争取福祉 为正面行动 新闻标题 徐巧兴若被绿营打倒 郭震亮大胆预言他恐成下一个目标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TVBS新闻 新闻重点 国民党立委徐巧兴受攻击赵少康等十多位名代力挺 前立委郭震亮批评民进党级率没煽风点火 指出赖清德若出面发生 问题或许能平息 他强调政治人物应避免乱讲言论 赵少康级战斗蓝挺徐巧兴是适当举措 认为若徐被击倒 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其他国民党成员 新闻标题 欧阳娜娜毕业仅拿文凭媒学位遭酸 青上火线解释 我的选择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TVBS新闻 新闻重点 欧阳娜娜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 拿的是文凭而非学士学位 引起网友质疑 他录制短片解释选择 指出文凭与学位差在是否修文化课 并否认学业成绩不佳或不出席课堂 对于六年的学习时间 他表示其中有三年用来从事喜爱的事 如举办展览 参加节目等 并不后悔 认为人生路径取决于个人选择 鼓励不要因担心毕业时间而放弃梦想 新闻标题 蔡英文报内幕 青铺与张忠谋交情 第一次见面他有些不高兴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中时新闻 新闻重点 蔡英文透露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深厚交情 尊其位精神导师 政府因台积电西境问题与张进行公开对话 制定受欢迎的解决方案 赢得公众认可 张连续六年代表蔡出席APEC 蔡感激其位年轻一代提供建议 蔡强调台湾在全球扮演重要角色 呼吁政府与民间共同努力 促进台湾进一步发展 新闻标题 大量肩负20对台一线集结 前空军副司令一看惊呆 是王牌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中时新闻 新闻重点 前空军副司令张严廷指出 最近西方卫星照显示 中国大陆福建沿海机场有大量肩负20战机 可能构成东部战区新装备 引发外界关注 他强调台湾缺乏逆宗战机 肩负20对台湾式威胁 指中国大陆已有300架肩负20 且训练成熟 台湾则缺乏雷达系统应对 张认为台湾缺乏逆宗战机成为短板 让肩负20成为中国大陆的王牌 新闻标题 韩国瑜院长便无聊了 李彦秀报一通电话 要不要来吃水煎包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中时新闻 新闻重点 立委李彦秀透露 现今国会受到更多关注 尤其院长韩国瑜成为媒体焦点 他指出民进党 对当前国会形态不适应 批评其傲慢态度 并认为韩院长在议会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立且有手有位 李强调国民党因站在民意一方 推动法案 他爆料韩曾以幽默语气 邀他共进午餐 展现私底下的风趣一面 新闻标题 台大南部爽缴税 仰低新军人遭现役国军秀报税单打脸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中时新闻 新闻重点 台大毕业新鲜人抱怨在半导体业工作 薪水市当兵时的4到5倍 不满纳税前仰低心志愿意 然而 一名国军弟兄贴出年收于200万的报税单打脸他 指出军人工作不容小觑 其他网友也批评袁PO眼界狭窄 军中有高素职人才 有人提醒袁PO别抱怨 若无国军 可能自己也要当兵 退役弟兄则指出国家义务需服从批评员PO行为可悲 新闻标题 为何桃园一直停电 前厂长报真相基层员工说法曝光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中时新闻 新闻重点 桃园近期频繁停电 核四前厂长王博辉认为 城市发展迅速但台电维修人员不足是主因 他指出 桃园的区停电频率高 台电抽调人员支援后又撤回 效果不佳 应寻找每次停电原因并解决 建议台电与桃园市政府共设专案小组解决问题 并增加维修人员 王呼吁台电勇于承认人手不足问题 并调整人员配置以应对城市发展速度 新闻标题 股息领150万 无业难晒报税单缴税金额让全网贵了 简直是神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3日 资料参考 联合新闻 新闻重点 一名网友晒出报税单 去年零薪资但股息收入87万 今年更高达154万 去年退税5万 今年需缴税1万 股市大跌使得购买股票成本低 特别是长容股息高达46% 加上借券操作 使收益飙升 他提醒小资族善用股息抵税 受法律规定 股息收入并入课税 但可抵税额上限为8万元 计算股息金额在94万以下享有抵税额 其他网友对其低税率表示羡慕与疑问 新闻标题 双北哪里最适合退休 网狂推移地 房价不高又离大医院很近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3日 资料参考 联合新闻 新闻重点 万龙被网友点名为退休养老首选 应区域居住安全 医疗优势 且房价不高 生活机能完善 该地区没有异化问题 捷运可快速到达三种 慈济医院 台大医院等设施 并有公园与行道数 适合散步与运动 教育资源丰富 林静多所明晓 万龙也有便利的购物环境 房价相对较低 地理位置便利 综合来看 成为退休居住的理想选择 新闻标题 这档旅行社股手记转 超过半个股本股价涨停锁死井追熊师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经济日报 新闻重点 山富 2743 公布首季财报 税后存益1.9亿元 年增167% 每股存益5.4元 创单季历史新高 居上市柜旅行社股之官 主要因包传 包机策略奏效 业绩进步 营收 获利均创新高 超越同业雄师 五福等 另有竞争对手雄师手记合并营收59.4亿元 归属母公司 净利3.25亿元 每股盈余3.49元 在创本业获利新高 五福则公告单季营收18.02亿元 税后净利1.05亿元 EPS3.11元 亦创同期新高 凤凰5706 首季营收约5.96亿元 净利0.76亿元 每股盈余1.04元 为17季以来最佳 新闻标题 台南人追防不守软石大热门路段 7条总价破千万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经济日报 新闻重点 台南房市因南科效应蓬勃发展 房价飙涨 台湾房屋集团公布 2023年十大热门 深代路段 冠军市归人区高发二路 和代比数达422比 其中超过半数路段 位于热门重化区 如北区文城一路 成为台南高级住宅区之一 新兴重化区吸引力高 房价比市区清明 但随着需求上扬 即便是蛋白重化区 房价也节节上升 市区重化区则应成熟生活机能 房价更具优势 新闻标题 法人近期买超扬名破18万张货柜三雄盘中再度攻高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经济日报 新闻重点 航海王万海 2615 自节2024年4月税后 纯益达23.53亿元 年增率超过10倍 每股纯益 EPS 0.84元 内外资法人上吊 长荣 2603 目标价 带动货柜三雄涨势 近期货柜三雄持续受到三大法人连买支持 万海首季获利逆势增长 税后纯益46.23亿元 每股纯益1.65元 远优于去年同期 预期受益于需求增长和运价上扬 长荣第二季及第三季获利表现有望改善 新闻标题 联合国车辆拉法遭枪及车窗拳弹孔 首名外籍员工丧命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Itaday新闻云 新闻重点 联合国证实 一名印度籍联合国员工在加萨遭袭身亡 另一人受伤 当时乘坐的车辆遭枪及凶手身份尚未确认 遇害者为46岁印度公民 卡勒是首位在以哈战争中身亡的联合国员工 以色列国防军称位掌握车辆行进路线 强调事件调查人进行中 自战争爆发以来 已有191名联合国员工在拉萨被杀 影片显示车辆被枪击 但标有联合国标志 新闻标题 不是漂白水 白衣发黄霉招了婆妈推一清洁神物 白道不像话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Itaday新闻云 新闻重点 网友分享将白色衣物浸泡于碳酸钠水中一夜后再清洗 能轻松去除汉字 脏污和黄斑 清洁效果惊人 此方法不需漂白水 避免刺鼻气味和环境污染 使用过碳酸钠后 衣物清洁如新 不少人也分享了其广泛用途 包括清洁洗衣槽 抽油烟机 去除茶垢等 然而 应避免频繁使用 以免造成布料变薄 并避免用于清洁铝制品 以免变黑 新闻标题 太阳会大哥不满小弟吸毒就待前一天动私行 球棒打屁屁画面铺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Itaday新闻云 新闻重点 北市井中山分局接获献报 天道蒙太阳会大哥在中山区成立经纪公司 放款给酒店公关并索取高额利息 违约者遭殴打 且其下小弟若犯错也会执行家法 警方逮捕正姓男子及其帮众 查获涉嫌强迫所债及私行行为 其中一名小弟因吸毒 遭到震南指示他人以球棒打屁股60下 案件将移送法办 新闻标题 抢银楼强盗附近市人五销头游览车惨死老翁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Itaday新闻云 新闻重点 屏东发生银楼抢案 犯贤为51岁周姓男子 搭计乘车至屏东内谱后偷来自行车 选定银楼为目标 多次探寻后决定独自行动 案发时被警方逮捕 根据警方调查 周南父亲为三月在人五游览车销头 案中丧生的老翁 周南承受丧腹之痛 却不知如何面对 因经伤失败被高利贷逼款 于是走投无路犯案 新闻标题 骗翁3000万房产 诈团车手落网女发文谢检警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华世新闻 新闻重点 桃园检警居提设诈骗案的陈姓主贤 他诈骗一名英国旅居设计师的父亲3000万房产 受害者的女儿感谢检警 父亲难以平复心情 警方指控嫌犯在多次面交和汇款后 炸的2000多万 又索要500万服务费 嫌犯已被禁见 女儿希望能追回被骗的房屋 让父亲安心 新闻标题 1200瓶烧12小时 台南塑胶厂大火恶臭飘8公里外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华世新闻 新闻重点 台南家里一塑胶工厂昨晚发生大火 因存有大量液燃塑胶原料 火势迅速蔓延成火海 消防局动用机器人及双线供水扑灭 火势在今日凌晨控制 无人受困 火灾影响空气质量范围 为家里七谷安南区 原因待进一步调查 新闻标题 日摇滚天团One OK Rock要来了 9月高雄市运开场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华世新闻 新闻重点 日本摇滚天团One OK Rock 宣布2024世界巡回演唱会 包含9月21日的高雄场 粉丝激动不已 巡演将先于日本东京开唱 随后前往高雄等城市 接着赴欧美等的表演 高雄场将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由Clive主办 One OK Rock上一次来台 是去年9月的Luxury Disease演唱会 时隔一年再度造访 粉丝期待满满 新闻标题 那些年将翻拍韩版 韩媒铺 TWICE多闲 郑勇主演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华世新闻 新闻重点 台湾电影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将翻拍韩国版 主演由TWICE的多闲和VeA4出身的演员 郑勇担任 故事描述青色初恋 将由赵英明导演指导 成为他的长篇电影处女作 多闲应确定参演韩剧 全力奔跑 引发话题 而此次翻拍也引发两集评论 一些人担心演技不足 但也有人认为多闲是和校园初恋的氛围 形象贴合角色 新闻标题 特教童遭罚超万字 家长控师霸凌校方 调查中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华世新闻 新闻重点 新北市一所国小教师 被指涉嫌霸凌特教学生 罚学生抄写超过1万字 且禁止参加户外教学 导致学生身心受创 持续哭泣无法入睡 家长指控教师特别针对孩子 向学校投诉未获回应 校方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 并承诺依法处理 教育局副局长表示将严惩不当行为 并移送社会局财阀 强调学生把写作业不应导致睡眠困扰 新闻标题 好事多起薪42K 林公道正值领年终至少待7年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华世新闻 新闻重点 有位在超市工作的网友发问 对比美式卖场员工月薪4.2万元的待遇 感到不公平 因自身工作薪资较低 美式卖场员工透露 正值员工待遇需至少待7年 但工作内容多样且薪水高 激励员工积极工作 其他超市如家乐福 全联 大润发月薪较低 但提供福利吸引人才 美式卖场以高薪和晋升机会吸引人才 但需长期奋斗 新闻标题 金门事关制路径2月回不来 家属申请退伍军方准了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中天新闻 新闻重点 金门两名调客因大物迷航滞留大陆 其中胡姓调客因其军人身份 目前仍滞留中国大陆 金门防卫部表示 胡元透过家属申请志愿退伍 核定退伍日期未113年5月8日临时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表示 处理复杂 已为胡姓调客办理庭议手续 以便解决问题 金门防卫部表示 尊重胡姓事关及家属意愿 持续协调 希望路方人道处理 让人员平安返回 新闻标题 总统府公布新一波人事 林飞帆接国安会副秘书长 何志伟任副秘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中天新闻 新闻重点 第16任总统副总统交接小组 公布新人事 张敦涵留任总统府副秘书长 何志伟后任 新发言人位 郭雅慧 李问 国使馆馆长 陈怡生留任 国安会咨询委员 有傅栋成 黄曙光 黄仲彦 马永辰 李玉杰 江黄池后任 徐思茧 刘德经济任国安会副秘书长 林飞番后任 赖清德 期待新团队协助推动政策 并强调国家安全 新闻标题 政党协商于三小时 无结论韩国于智义亡国财 非常不好意思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中天新闻 新闻重点 13日立法院协商环岛高速铁路建设特别条例 花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 因无法就国情报告邀请达成共识 交通部长王国财做了整个下午 未能参与讨论 韩国瑜表示非常不好意思 秘书处向王道歉 议题超13小时无果 韩宣布研制下周讨论 王则希望通过个案审查来加速花东相关建设 表示担忧直接采用特别条例 新闻标题 公廟阿伯借机车桃源 骑到彰化来回10分钟 他傻眼 比高铁快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中天新闻 新闻重点 一名男网友在Guard发文 描述从五股骑车回桃源途中 遇到一位60多岁的阿伯 突然借机车骑到彰化 还承诺10分钟后归还 原PO傻眼表示 机车比高铁快 试算后觉得比当工程师还转 贴文引发热议 不少网友表示佩服阿伯的热血 后续原PO借机车逃脱 新闻标题 日本高速公路严重车祸 七车连环状现火海酿三死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中天新闻 新闻重点 其玉县护田市的首都高速公路 14日早上发生严重连环车祸 七辆车相撞 造成三人死亡 五人受伤 其中两人送医急救 事故原因初步判定 为一辆卡车插队几近车阵 引发连环追撞 至少四辆车七火燃烧 影片显示火焰冒出黑烟 引起路人惊呼 事故路段已封闭 对交通造成影响 新闻标题 美女议员中佩军生了 陈布朗一见儿子 以后来餐厅打工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Itaday星光云 新闻重点 京区饶舌歌手陈布朗 与台北市议员妻子 钟佩军佐喜霍林儿 钟佩军头腹生产 儿子陈石健康诞生 母子军安 陈布朗全程陪产 感动不已 虽疲惫 但看到儿子笑容 顿时疲劳消失 他对儿子说 老爸很辛苦 记得以后来餐厅打工 钟佩军孝称儿子 是布朗二号 感谢乖宝在肚子里 陪伴他之仪 并感动他出生前 人与他一起参与 市议会质询 新闻标题 Elie未婚夫身份曝光 小两岁 单身及地狱 企业家催 持续明年要结婚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Itaday星光云 新闻重点 南韩铁废女王Elie 今年3月公开恋情 对象是崔石逊 曾参加 单身及地狱 的演员兼企业家 两人透过 共同好友认识 经纪公司 证实恋情属实 Elie当时表示 明年将结婚 并计划 亲自向歌迷 宣布喜讯 崔石逊 以往戏和电影作品为人所知 现主要从事服事业和餐厅经营 在Instagram有85万追踪者 新闻标题 Toys直播一半图 接警方盘问电话 警报妈妈放声 痛哭心酸化面铺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Itaday星光云 新闻重点 实况主 Toys因贩卖大麻烟 但将入肩服刑 最快本月入狱 日前直播中被误解 未跑路 澄清并表示不满 直播中透露咳嗽已两周 且接到警方电话 显示警方对其行踪关注 被猜测已剃光头 准备入肩 担心未来监狱生活 提到可能遇到知名育友 对于女友是否等他出狱 则显露为难表情 日前带家人旅游后 朋友PO出他和母亲相拥痛哭的画面 感叹他的成长与改变 新闻标题 YTR与希结婚嫁二年圈外男友 砸百万创业五个月零收入任 在肯老本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Itaday星光云 新闻重点 YouTuber与希透露已结婚 与圈外人交往超过二年 否认凤子成婚 他曾说只有结婚后才会公开另一半 希望一辈子在一起 除非发生不可原谅的事 老公温和且对网路不熟 他限降低YouTube更新频率 因生态变化和压力感到迷茫 转型制作短影片 经营生计公司副业 支出收入目前打平 处于零收入状态 新闻标题 除毛师哄客 都内包毛 还公开照片全场怒了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东森新闻 新闻重点 一位女网友在BGARB上警告 他最近发现一家除毛店竟将客人的私密照片公开到社群媒体 并贬低客人的保养状况 这引发了广泛讨论 许多人表示会考虑采取法律行动 原PO表示 虽然理解店家可能不满客人的保养状况 但客人可能因为忙碌而无法保养 被公开让他相当震惊 店家的贴文中指责客人为好好去搅直 让人感到不舒服 引起网友的愤怒和同情 新闻标题 OpenAI推GPT横线4O 专家 ChatGPT向云端情人了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远见杂志 新闻重点 OpenAI于直播中发表了最新AI模型 GPT横线4O 被形容为拥有真人般的表现 新模型具有人性化的语音助理功能 能够辨识使用者情绪 及时翻译对话 甚至与狗狗对话 此外 OpenAI也推出了ChatGPT的桌面板 让使用者能够直接与AI对话并展示荧幕画面 GPT横线4O将开放给付费使用者优先体验 并具有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品质 并计划在几周后对所有使用者开放 新闻标题 数学家总理李显龙将交棒 卸任前传授三点新加坡小国智慧 发布时间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远见杂志 新闻重点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即将交棒 结束他承担20年的领导任务 在五一劳动节的演说中 他感谢国民的信任 哽咽表示真情 全场报以掌声 李显龙除了是新国大家长 也是数学家 城市设计爱好者 被称为科技宅 在他的领导下 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重镇 外国直接投资居高不下 且人均GDP居亚洲第一 他在政治上坚守稳健 同时推动科技发展 使新加坡成为人工智慧领域的重要力量 新闻标题 天气骤变 台北人起床下一跳冷到喊不对 进全场摇头 还没过完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Yahoo新闻 新闻重点 昨日气温骤降 北部 东北部仅20度左右 民众感受明显 有网友表示早上气温只有18度 让人感到惊讶 虽然是5月中旬 但许多人感叹5月冷成这样正常吗 中央气象鼠解释 端午前后 东北季风可能造成天气变冷 但影响逐渐减少 部分网友则认为 这样的天气刚好 舒适宜人 值得珍惜 新闻标题 劳资纠纷意外曝露名店闹分加三家 秦小姐二家同海渊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Yahoo新闻 新闻重点 松山区的秦小姐豆江店 因其招牌红烧狮子头而闻名 由艺人秦飞飞创立 曾一度超越创始店 然而 店名近似的秦小姐早餐店 也因投资者分歧 改为秦小姐早餐店 使消费者难以分辨 近日 秦小姐豆江店被指涉劳资纠纷 却与秦飞飞无关 引起关注 店名相似 但不同负责人的秦小姐 连锁店共三家 其中严急店爆发纠纷 希望公众理性看待 不误伤无辜 新闻标题 佛尔师徒法庭对决四小时 詹文婷哽咽发生遗憾 让大家看到这么多的不美好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Yahoo!新闻 新闻重点 FR前女主唱费 詹文婷与恩师陈建宁 因合约问题起诉 停讯中双方激变 詹文婷指陈建宁伪造文件 否认与华言公司签约 强调保护自己名誉 她表示被告知 FR有新计划时感到震惊 并发现有一份保证书 她从未见过 为捍卫民意提告 她希望事情能尽快解决 避免更多不美好曝光 新闻标题 40岁陈妍夕被路人巧遇 灵律镜下真实状态超惊人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Yahoo!新闻 新闻重点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女星陈妍夕近日被网友偶遇 素颜工作状态下 皮肤细致白皙 脸部线条纤细 引起热议 照片曝光后 网友纷纷赞叹她的自然美 称赞她的皮肤状态良好 脸部轮廓立体 且羡慕能够巧遇女神 陈妍夕近年积极瘦身 成功塑造小碎脸 粉丝对其变化表示欣喜 新闻标题 看起来干净 实际上超恐怖 实测车内6处比马桶脏 第一名超意外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Yahoo新闻 新闻重点 英国实测发现车内6处最脏 细菌数量比马桶还多 其中驾驶座最糟 细菌均落多达107个 接近脏马桶的4倍 其他污染严重的地方 包括安全带 手刹车 门把手和变速器握把 方向盘则相对较清洁 团队未提及车辆是否为二手车或前一次清洁的时间 新闻标题 全台糖尿病患者突破250万 一铺七大无痛症状有这情形类血糖孔已失控 发布时间 2024年5月14日 资料参考 Yahoo新闻 新闻重点 台湾糖尿病患者已达250万人 专家指出 当血糖超标时 身体各部位容易发生病变 可观察七种无痛症状 如皮肤变黑 平尿 疲惫 尿道感染 视力模糊 体重下降 伤口难愈合 提醒及时就医 尽早抽血检查血糖 犯前血糖大于等于126mg斜线DL 犯后血糖大于等于200mg斜线DL 糖化血色素大于等于6.5% 胃糖尿病